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时候我也会问这个问题 我问你为什么用它 他说他有什么流量啊 有粉丝啊 他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广告吗 这个时候你会看到荧幕上面 或者说有很多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很多你自己的学生 剧组是一个社会 这个明星的待遇比一般的演员 那好的就不是一星半点 演员是一个被动的职业 假如你熬不住了 那你就先选择改行 你觉得做演员你是一个出色的演员吗 应该怎么用哪个词来形容比较好 出色的演员 优秀的演员 称职的演员 我应该算是出色的演员 就是因为有天分的 因为做演员我觉得天分起码占70% 差不多 70%到80% 是吧 就叫所谓祖师爷赏饭吃的那种吗 对 我觉得祖师爷赏了我一个绝好的内部素质 但是祖师爷也同样上帝没有雕琢 我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外形条件的人 那么我的局限性就会是大的 对于这点我不是特别赞同 你所谓的外形完美长得美若天仙那种的 其实不是 是因为你总要有一个时代 那比如说我当年被选中去中央戏剧权 那我们当时所培养的人 大部分都是追求一个舞台艺术 我们在舞台上面去来完成各种各样角色的塑造 那对于我们的要求就是 里边的东西要大于你在外面的那个形象感的那个东西 那我可能当时就定在斯凤演这个这类角色 那等到了影视剧的时候 他对一个演员 男演员可能稍微要宽泛一些 而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 基本上说从98年到现在 那我们大众的这个审美 甚至观众喜欢看的 在你20岁或者说30岁之前 他对一个女性演员的一个评价 80%是容颜 这是跑不掉的 肯定是看美的东西 漂亮的 他你比如说你看到那些 长得真的身材呀 形象啊都是很美的这种女孩子 他就一定会吸引别人 这是必然 因为你20到30女演员 他更多的是要去去绽放这些东西 那当然如果你在透射出演技 那就像龚立姐那样 那其实是蛮少的 就是他形象的条件 包括他内部的素质 各个方面那么完美的 那其实很少了这类 那大部分就会先取外形为主体 内部呢就是说够格合格 那么其实就可以完成一个角色塑造 那对于女演员在35岁之后 他又变成另外一个你的转型期 35岁的女演员 其实需要的就是容颜 可以稍微的退掉一点了 那我要看到你的这个内在的这个能量 包括对于角色的这个诠释和这个表达 你是否打动我 他可能对你观众对你的要求 也是变成这个了 那那个时候 我刚好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我是26岁就当了老师 也就是说在我20几岁的时候 我的外部形象并不能抢占那个先机 或者说我变得那样优秀 这个提醒我的人其实是张导 张一某导演 他就跟我讲 他说因为我有过犹豫期 我觉得他是一代宗师了 就是导演说的话 我肯定会相信 或者说甚至会一定会影响到我 我说导演你说我 那个时候已经决定要回学院了 我说我我回来当老师好 还是说我不接受学校的邀请 我我再来做一个演员 然后导演就跟我讲 他说你自己的外形条件是有局限性的 这个事情你知道吗 我说我知道 嗯 这好疼听起来 但我很理性的听他说 他说那你对于自己的这个理想的这个未来是一个什么样 我说哎呀 要是能像 那个时候管管管理叫娘嘛 我们拍完火炉像我娘那样子 真的就很棒 他说你打不到 因为你有外部各方面的局限性 我说那我 他说你要多学一些东西 也许做教师的同时并不妨碍你成为一个优秀的演员 那个有那些机会的时候你再去释放你自己 让你的那个就你这个类型的角色 让他变得层次呀 包括这个塑造的呀 更好 那你就需要再多学一点东西 那对他这个对我的这个这个老者的一个非常中肯的一些话 我还是过了脑子的 他的意思就是在中国时下的就是 观众的欣赏习惯来说 对 你作为一个女演员还不够漂亮 对 所以你未来的就像成为像拱立那样的明星 起的出色演员是不是不大 是的 其实我挺感谢导演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 就给了我这样的一个忠告 甚至就是说他用一个长远的眼光来看到的今天的我 应该如何去去选择自己 那他给了我这样一个忠告之后 我说哦 导演都这样说 那我就应该在这方面在教师这方面把它给再去弄得更好一点 起码我这碗范我要端得住 对 如果当时你没有听导演的这个建议你还是做一个演员的话 你也会成为一个不断的有细节 不断的拍电视剧电影的一个大家所谓的一个戏骨 然后也能够赚不少的钱 有可能 知名度也会很不错 那个时候很多人在说我可能会接丹丹姐的班 就是说因为我们戏录的很像 就是你会演很多的妈妈 对 就是脱辣的妈妈 因为那个时候是英达当时在拍《我爱我家》和这个活着当时都是两个戏都在找我 后来我选择了去张岛那儿嘛 那我家你演就演那个 那我小保姆嘛 就是后来那个 对 如果我当时决定去演《我爱我家》 可能我就不会有出国再学习 所有所有的路径都可能会改变 人生没有如果 对 真是没有 但是我们戏剧当中永远都说如果 假如 对 那这个就反正就分开了 我觉得挺 对 挺好吧 你知道有时候我就在在想 因为表演没有一个标准 比如跑步 刘强就是比你快 他就是第一名 你就第二名 那表演没有什么标准 可是我们观众心里特别奇怪 比如我看英剧看美剧 其实真的就比中国演员好吗 当然有好的 可能也有一般的 所以这个标准是什么 在美人的心里还是有 真的有个标准 我有时候有点糊涂 其实 其实你刚才说到是一个整体的问题 就是我们从剧本的源头创作的时候 我们对人性的这个思考的这个深度 在我们的文本上就比欧洲 英国 美国甚至有一些国家 思考的层面就要低一点 因为伊朗 其实它的创作出的作品是文本本身 它就会让观众产生某种情感上的一个互动 或者你被它打动 文本本身就有 那有这样的文本的时候 再加上演员 那能成就一个很好的演员 那好演员 假如他只站在了一个很白的 很薄的这样的一个剧作的一个基础上的时候 他也没办法弹跳的那么高 所以这就是回到演员是一个二度创作和一个被动的一个职业 怎么样说用一个大众来讲说能够可视性的说这是一个好演员 我觉得是用打动这两个字吧 可能更合适 是不是他的这一个角色打动了很多人 就比如你在看这个的时候 打动了你 你身边比如说今天有一百个人 有八十多个人跟你一样共同的被他产生的共鸣的话 那他一定是个好演员 如果说今天八十人 有二十人不是很舒服 有十个人哇要尖叫 剩下其他人无感 就他显得七零八落的话 那不能够给他打一个非常优秀的分 他可能就打一个及格线 因为你毕竟还是感动了十几个嘛 那如果有的说哎呀长得真好看 然后他没感动 那我觉得那可能就是刚刚到准演员这样的一个程度 对我觉得他可以打动人的几率更多的时候 那他就是构成是一个好演员的一个标准 我有的时候看一些戏剧 哭得有点不太美的 你都会受不了 你要创造出角色的欺慕 他被创造出来这些东西 不会被打动 你自己在那 你不会敢打动 你会觉得哭什么呢 导演不能那么实实在在的 就对一个来完俩吵 他又不是纪录片 演员就要去掉偶像包袱 你抛弃那些东西 他有的时候会矫枉过正 他没有了对一个角色 此时此刻情感的设计 演员怎么能不设计角色的情感呢 角色情感是要设计和创造的 这个环节 现在是在我们这个表演的这个过程当中 特别特别忽略的 你追求你的艺术价值 没有人会干扰你 但是你没有商业价值的时候 你的偏约自然就会少 因为我看他们你选的几个那个片段 我发现大家喜欢的差不多 就你选了两个那个办公室的故事 我当年特别喜欢 梁赞诺夫那几部戏我都喜欢 两人车站我也喜欢 明远波弄 红线真配音配得简直好死了 配得特别好 我在我记得这张台放的是吧 但他的电影其实是拍摄时间 是七八到八零年左右的那个时间 我在中国放应该是 那放就差不多九零了 特别好 好看 太大了 对 好看 好看 我当年记得还没说 我当年记得还有一天 这一天 那只,你给你看 你不ämä 我还是不震着 我感觉 你这些爹 我又能不能生 我没想到 你老天 我们经常会拿这一段舞做一个表演片段凶练 就因为这个时候的那个人的那个心理活动是最丰富的 它外部是控制 内部是不停的在就像小喷泉一样 它一直在喷喷喷喷喷喷 它表演是特别细腻的吗 对 然后你的表演外部是控制自己的这个东西 它就里外其实是矛盾的 对 它内外是矛盾的 其实最好看的戏是什么 心理想的和外部的行为是矛盾的 那又要往下进行 那这个时候才能看到表演 假如说里外都是通的 说咱俩吃饭 走 这没什么可言 比如说它不是这种身份的话 那坐在那 它本来就是一个女人局长 那只不过就是谈恋爱 这个没什么可言的 就很简单这种戏 所以把这个写出层次来 因为我相信你 他的表演高级在哪里 控制 还是控制 I don't really care what anybody writes about me but my my girls I just It's just so unfair to the girls Just another disappointment another let down another father figure Gone I'm so sorry Miranda you want me to cancel your evening I can Don't be ridiculous Why would we do that 他创造出了这个角色的情感 因为演员是用自己的情感 一定要创造那情感 而不是说一味地就用自己的情感 那个不是一个好演员 因为你要用你自己的情感 去创造第二次我和角色在一起的这个情感 这个才会好看 有很多我们现在的表演是用自己情感 用的就是没有任何节制的 在用 只用自己情感 用自己的生活来去感受所有所有东西 所以这就说到表演 其实表演里面的真听真看的那个真实 是创造出来的 那作为观众 比如你在用你的自己的情感 和你在创造 用你的情感在创造一个情感 我看的时候的感受有什么不同 你就会被打动 他被创造出来这些东西 我会被打动 你会被打动 你自己在那 你不会感到打动 你会觉得哭什么呢 怎么了这是 你会觉得 甚至他的表演 他的表情会不好看 为什么 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很少有人会把哭很美 人都是在控制不住的情况下 我们才会产生泪水 对吧 但是表演里面的这个泪水和这个哭泣 他也依然是要是美的另外一种音域的调调要给我 你不能不让我在哭 甚至叫 甚至是撕扯的时候失去美感 这是要创造出来的 它是区别于生活 又像是生活里来的 观众才会被打动 我有的时候看一些戏 哭得有点不太美的时候 你都会受不了 对我还以为哭的时候就应该忘掉自己美不美 不要在意 那样才是对的 你要创造出角色的凄美 所以经常有的时候我在现场也会听到 说演员就要去掉偶像包袱 你抛弃那些东西 他有的时候会矫枉过正 那其实那是不对的 那是没有经过那么严密的一个表演训练者 你只能让他这样 那他就以为这是正的 但是他自己也知道 当我这么嚎啕大哭的时候 他会被这一条给录下来 他自己再到监视器那的时候 他说这太难看了 他自己绝对不会这么忘我了 因为你再跟他说你要忘我 他也不会忘我 因为他不懂得如何去把握这个分寸 这种情感下面的这个创造 所以为什么说艺术跟美是挂钩的 就在于这残酷 也一样是美 就哪怕是阿渣 他都要是美的这种 我们所谓说哭的难看 其实意思是我们没有被这个哭打动 对啊 因为他没有了对一个角色 此时此刻情感的设计 他只是一个说 哎呀他这个失去女儿的那个 他要这样 那个不对 他是要越是到这种情感的时候 他是需要设计的 演员怎么能不设计角色的情感呢 角色情感是要设计和创造的 这个环节现在是在我们这个表演的这个过程当中 特别特别忽略的 那是用能力啊 你没有这种能力 你得有生活的那种阅力 你得有生活的那种实践 这些才能叫真正演员的技巧 而并不是说 因为之前也有采访问我说 哭是不是就 只要能哭下来就是好演员 我说那水龙头更能哭 对啊 现在女演员哭很容易的 就是我们会区分 你的眼泪是值钱的 还是不值钱的 不是说呀 有的人说一味的强调 说你看含在眼圈里 这就是技术 说左眼流还右脸流 我说这个 这个只能是一个技巧 它不能叫技术 他会广告白你看了吗 都没看 那简直 因为我太喜欢这 Francis McDormand Manchela Hayes's mother Name's Mildred Leave it Leave it Robbie 而这位大姐太有性格了 她从来不化妆 你知道吗 去任何颁奖典礼 他们说奥斯卡奖比较重要 她洗脸了 她去那个抽你奖 他们说脸都没洗 头发都没输 爱怎么怎么样 她特别特别酷 但也是因为她内心足够淡定 她从那个Fargo是96年 还是97年的 对对对 Fargo是 那20年之后 那她就要接受我 做一个性格演员 我就是 我可能赚不了那么多钱 你看我那么喜欢她 我只看过她演那个Fargo 她演的太少了 然后我不知道她在演什么 也可能就不接戏 那就是你要决定 我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我是要钱 我还是要我的 作为演员的口碑 我内心的坚持 因为有的时候是 不是你想能够获取一个角色 就可以获得的 这就是演员那个悲哀 它倒不是说绝对的 名和利的问题 因为你很想演 但是不选你 就因为演员是被动的嘛 然后我相信中国演员被动 国外演员一样也被动 你除非你变成了一个 绝对的具有商业价值的 可能你的偏约会变得很多 因为有很多的资本 会对你有需求 包括广告商 那你会带来很多的利润 那你当然你的偏约就不会断 但你如果你的形象 和你的各方面的状态 并不承载这样的一个 商业价值的时候 你追求你的艺术价值 没有人会干扰你 但是你没有商业价值的时候 你的偏约自然就会少 这个还是一个逐利的一个 逃不过吧 我觉得你说真的投资方 或者是偏人乃至于创作者 真的觉得这个演员就合适吗 有时候我也会问这个问题 我说你为什么用它 他说他有什么流量啊 有粉丝啊 他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广告啊 那于是乎大家就集体变成一个 哎呀就先这样吧 这个陪胎 从节目那一天 就是错的 我们老说这些什么小鲜肉 什么小花什么没有演技 问题是整个社会都是贵流量的 很多知名导演 你请的演员 我们一看你就是没有诚意的呀 对呀 你就是奔着流量票房去的呀 对 然后你反过来还要批评他们没有演技 我觉得这就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特别的这就不太对了 等于是 有时候一般出现这种现象 我就说 我说你不要去骂这些鲜花和鲜肉 我说我不是说因为我曾经跟他们有过交往 或者是说有一些曾经是我学生 我来辩护 我是觉得你们对他使用之初 你目的就不存 对 那么你的目的不存 其实你利用了这个年轻演员 你把它利用完了以后 你消费了人家之后 等于消费了两次 对呀 你不能这样子做 那你在消费过程当中 最终的OK条 最终的剪辑权是你来决定的 你把它的哪一帧定格在最终的这个完片上面 是你选择的 还有现场你可以调教 你没有帮他完成塑造 你不能把责任说 哎呀你不会 这个演员就不行 那导演的职责是什么 导演 伟大的导演是能够把一批演员给改变的 这才叫做导演 你不管他是一个什么状况 我觉得不管是鲜花鲜肉 起码他不是傻子吧 要不然他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流量 他一定有他自己闪光的地方 那你需要把他调出来 需要把他给解决 你不负责这个 然后你第一次消费完之后 你回过头来还要再消费 我也觉得这不公平 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 从最慢的速度呼唤你体内的那个小的种子 把上面所有字给我背下来 你们谁如果注意力向他们要赏 我逮人游算一个 我可能终身就会决心 就不会再去动摇的 或者说再来我的第三次的一个什么样的身份的转变 现在转的是我最开心的表演教师吧 表演教师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名称 没有什么可以代替 你们有一群人不再看中国的东西 都看美制 你们的创作又要变成中国的 我说这个之间就是我们现在创作者最大的困惑 我觉得我总坐在学校里面就等 还不如出去走走 给你手导演都希望你去天池来帮我们爸爸关吧 或者什么 你怎么该推的怎么推啊 拒绝的两个字在我的性格当中 其实就没有过这个基因 因为我最近完全都是在应接不暇这种转变 走在街上应该突然间叫出你的名字 然后我会有一点不习惯 我走在街上他们说 天老师加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者